黃碧雲議員,您可以做八項修正案發言,發言時限五分鐘。 是給政府和本局考慮如何加強監管的。 包括李國倫提出的處所、化驗所、診所的規管。 麥美娟所提到的關於廣告的規管和宣傳的教育和加強巡查。 郭嘉琦也提到要引入發牌和扣分的制度。 然後也有一些議員提到引入醫療保險,甚至是醫療美容集團的董事。 是否應該要有一半是註冊醫生。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給局方考慮,在將來的報告裏, 想想哪些是最有效的規管,是適合香港的情況。 首先我想在這裏也回應一下,是陳恆斌和郭佩帆議員。 你們代表了民建聯提出的一些說法。 你們是查了立即停止高風險及入侵性的醫療行為這一段。 我是真正之遺憾。 你們說到不想一刀切地引入新加坡的模式。 但是我們在這裏,如果這兩位議員記得的話, 我們是在衛生事務委員會那裏,我都提出過要求高永文局長, 是作出一個詳細的研究,是研究一下新加坡模式, 相對於澳洲、加拿大、英國、歐盟、美國等等不同國家, 哪一套的監管模式是比較適合香港。 所以我提出這個動議,是沒有假設到一定要引入新加坡的模式。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修訂是會令到我的原議案大打折扣。 亦都會令到這個規管的進程拖慢。 你是用研究、研究、研究。 即是說讓你們死吧,現在什麼都不用做了。 研究完才做,慢慢教育,這個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。 不過,不負責任的不單止是民建聯,還有的是陳志全。 我今天都刮目相看了。 陳志全就說,他都要插了這句,立即停止高風犬, 遣及入侵性的醫療行為。 就說定義不清,現在怎樣做,做不到的。 不如讓大家搞得很清楚,才做事吧。 那一樣都是的。 我現在是說,是立即停止高風險,及入侵性的醫療行為。 不是說一些低風險的,和你折下暗裝,按下黑頭,那些東西。 我是說那些可以拿你命,的一些高風險的行為。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否有法例,只能夠敦促。 敦促的意思是說,你業界自己有些良心自律。 如果你打那支針劑下去,你都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的。 又或者明知這個針劑,是給末期病人做的。 是有風險的。 即使現在沒有規管,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良心,是停止這些行為呢。 不過我很奇怪,陳志全竟然反對這樣的做法。 不過我更加震驚的是,你是反對醫療儀器的註冊。 連官坐在那裡,都說要監管醫療儀器引入註冊。 不過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,陳志全你沒有申報你的利益。 你的競選拍檔員黎明,是做網上美容品的銷售。 你的老闆,蕭若元先生,是在搞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。 他的公司在香港和澳門從事美容產品,美容診所的服務。 但是你的發言完全沒有披露,你對這些相關美容業界的利益。 所以我是非常之遺憾,因為你的發言反映你比建制派更加建制, 你比局長更加要建制。你的修訂比商界的代表方剛, 是更加偏坦美容業界的利益。你甚至連醫療儀器註冊, 你都說要反對,我是非常之遺憾。 主席,我發言到這裡為止。 市民及衛生局局長